热烈停工之后呢 直接影响到在里面1906名员工的生计 那么今天K机场气氛低迷 员工各个面色凝重 被问到相关的问题都低调必谈 而时机敏感保全了不断的催促 员工赶快进场不要再讲了 但是有部分的员工坦言 他们非常担心失业 已经开始想要找工作 另谋他同意 公司里面没有什么打算 环保局开闸日热关K机场即日停工 场区内气氛低迷 年关将近 员工们面临无法可向窘境 甚至有人担心失业 已经在找工作 还在找工作就好了 高层在偷牌 结果承担是你们在承担 工作是你们没有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还好 还好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刚进来没多久 接下来你们会想要怎么办 都在找工作啊 现在不是在放风时间吗 不是 放风时间 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是机子吸烟的地方 厂制停工 实际敏感 就算是休息时间 保全还是催促员工进厂 员工不是一问三不知 就是闭口不谈 员工厂停工 他们也面临被裁员的危机 而日热关K机场遭勒令 停工的金元生产线 有1906名员工 也意味着背后有近2000个家庭 在停工后顿时依靠 老公局强调 以正月光现阶段的条件 停工期间不得实施任何 无薪资浅或减薪 但即便如此也看就要过年了 这将近2000人的工作跟薪水都没着落 这年实在难过 记得点赞 黄沛如 艾森小组 高学木道